大家好,我是艾克扎德,很久没有跟大家分享游戏心得了,本心得尽量无雷,不过会讲到试玩版中的剧情,以及系统机制和破关后的新增要素。 我花了大约13小时破关,本作篇幅一共13张,再加一个外传,至于收集要素则没有做,所以收集要素完成后还会追加什么内容,就需要各位去问有权收集完的玩家了。 这一次的《被优尼塔起源》《色蕾沙与迷失的恶魔》,有句话我想先说,虽然说画风可能会让你觉得它是个小品游戏,但我在玩过以后,觉得内容没有到很少,不算太小品,虽然也不到大作的层级啦,我认为算是个中体量型的游戏,而且要玩到全要素百分百完成感觉上也是要花点时间探索。 因为本作地图是迷宫形式,不是偶尔有点分岔的一本道,有些障碍物得学到新技能后才能破坏,所以不会有某些路线走过就没事了的情况。 当然,个人建议全部技能都学到了,在每驱虫走一遍是最好的。 那,能够借由三代内附的小游戏,和试玩版中,推敲出本作的系统设计与难度吗?我觉得没办法,因为游戏前期的难度与战斗太简单了,只玩到那边感受不到什么技术要求,试玩版只有到第二章前期而已。 我是玩到第六章左右开始感受到难度上升,因为随着新能力的获得,敌人也会多出新的防御方式,让我们用这些新能力去破解,会变得越来越需要根据战况而切换。 能力分为墓水活土四项元素,除了战斗会更加复杂外,也能去打通以前不能去的地方,而解谜方面有几个会稍微难一点,又或者有时间限制等等。 这样的设计,让我想到萨尔达传说和新智卡比系列,倒不如说是掺入了任系游戏的特色。 第一眼看起来似乎很亲民简单,但玩到中期或后期时,会发觉难度开始有所上升,使得自己若想再继续玩下去的话,就不得不开始重视游戏系统与了解各种机制,不能再像刚接触时无脑乱玩了。 也就是说虽然它是白金工作室研发,但给我的感受更像是任系游戏,不晓得跟这个系列被老任救起来有没有原因,虽然版权还是在世家手上,但真的有一种逐渐变成老任形状的感觉了。 在宣传时,有玩家在想,玩法会不会像大神那样考验玩家想象力,我感觉不会,而且提示也够多,因此不用担心,难以想象。 在前几代表现极为强势的贝姐,在童年还是色蕾莎的时期,是个既可怜,弱小,又无助,天天想着妈咪的楚楚少女,缺乏亲情关爱又被族人排挤的际遇,实在是令人拘一把眼泪,好在世间仍有温情。 同为暗影魔女出身的贞德不仅是个品学兼优的自优生,更愿意暗中处处扶持色蕾莎一把,并在同辈为放逐的魔女摩根纳身边学习魔法,纵使处境艰难。 但色蕾莎并未因此放弃自己,在遵从摩根纳的教会之下天天锻炼,希望有一天能够成为不输给母亲的强大魔女。 在游玩过程当中,我们可以了解到色蕾莎为何要闯入森林,一直拿在手上的布偶小柴猫如何成为可控恶魔的原因,以及摩根纳与这座神秘森林的渊源等等。 剧情不难理解也不太长,美术风格极为精致独特,场景设计引人入胜,色彩饱满艳丽,过长以童话书风格般逐一翻页,在进入称为提尔纳诺的异世界时又宛如变成黑暗童话,处处充满特色。 可以说,在美术方面的表现上,几乎已是无可挑剔的了。 升级要素方面,可以收集命英之花提升体力上限,还能收集月之珍珠与炼玉果实,藉此在技能术当中提升各种能力。 在难度上,我们在设定里面可以找到提供了不扣血与魔力无限的选项。 身为玩家的我们可以耍无赖不闪必因A,无脑输出就打败各式各样的敌人。 但如果你要问我这个游戏,是不是可以靠减低难度就能轻松破关?抱歉还真不是。 因为有些要素是靠改设定,也减不了难度。 虽然我可以把敌人强度改成弱暴,也能够开启森林路标减少迷路次数。 但有些机关与解谜还是需要动一下脑子。 我是觉得不会太难啦,但没到可以无脑过就是。 另一个问题是,操控色蕾莎与小柴猫的方式是左摇杆为色蕾莎,右摇杆为小柴猫。 虽然游戏标榜是一个人玩,但实际上必须一心两用。 在这个游戏当中,人人都要向周伯通看齐,学会左右互搏。 在这种设计之下,尖剑的责任就变得很重大。 可能平常游戏我们都是按A和B,但在本作,L、R、Z、Z、Z将会变得非常常用。 两边的香菇头也分别独自运作,个别操控两人的移动。 这跟单边使用Jocom不同,不能降之打横,要直立式的玩。 这样子的操控方式可能算是本作的一个劝退点。 如果你有朋友,又不太喜欢一次控两人,可以考虑找人来帮忙。 但在人物定位上,色蕾莎是主控人物。 在地图上移动时镜头是跟着他,小柴猫离他太远会强制变回布偶。 色蕾莎没有战斗能力,只能当辅助。 输出还是得依赖小柴猫。 但有些舞台设计又会强迫小柴猫与色蕾莎分头行动,不能一直抱着小柴猫闯关。 在中期,还会多出色蕾莎与小柴猫联手可以打出更大伤害的设计。 这个机制着实有些绑手绑脚,因此即使你有朋友,也必须要彼此有默契。 有时势必某人得先停下来,等另一位玩家到了定点,然后才能再度行动。 没办法各玩各的,说得更明白一些,他有点借由这个设计来提高游玩难度。 我是不晓得这种设计大众能不能接受,但好在系统设定可以让我们无限血无限魔力。 所以虽然操控奇葩,我也就不计较了。 不过呢,在后期限定的其中几样剧情战当中,色蕾莎会坐在小柴猫身上战斗, 此时就又变成一元操控,不用再分心了。 在这种情况下玩起来就很舒服,更甚至在最终战还会出现一点点系列的各种传统元素。 旨在告诉玩家,它还是被优尼塔系列破关后,会解锁竞技传说模式。 幻衣间,和真的外传,竞技传说模式无非就是最高难度体验,而且无法调低难度。 当然这是给勇于自虐的玩家挑战用的。 在幻衣间,系统会提示达成哪些条件可以获得哪些外观。 获关以后一定会解锁的是一代外观,合理推测也会有二跟三代的外观。 至于取得条件是啥就先不在此透露了。 贞德外传,顾名思义就是可以操控贞德,它不仅荆棘束缚的范围比瑟磊莎还大,而且按要件的时候还会抱紧2P色小柴猫飘爱心。 再偷偷跟大家讲一下,外传的剧情跟三代某个人物有关。 虽然外传只有约一个小时的长度,少了很多系统,和不能手动存档,但就内容来讲还是很推荐玩一下,最后来做个简单的优缺点整理。 美术,音乐跟剧情都有一定水准,地图的探索要素也相当立体,不会过于平面,想百分百完成本作不会过于容易。 就以我自己指冲主线来讲,破关以后开启地图发现还有四个区域完全没有去过,而且还会贴心提醒各区还有多少要素没有收集到。 终其开始也能够寻求NPC帮助,与特定地点之间来回穿梭,其地图之带与内容之丰富,是让我觉得它不算小品游戏的原因。 要说缺点的话,可能就是对于比较喜欢简洁画面的玩家来讲,它的美术风格过于花里胡哨,不能自由存档。 上面提到的虚一星两用的情况也是一大问题。 还有提尔纳诺,虽然剧情前期有个要用小柴猫滚滚轮控制移动与解谜的设计让我感到很有趣。 但中后期主线遇到的,不知为啥几乎只剩下战斗场地,也许比较有趣的提尔纳诺要另外跑才会有。 但主线情况是这样的,虽然漂亮,但不像是正常世界一样场景多变,算是一个会让玩家感到审美疲劳的地方。 整体来讲,我认为它的内容对得起它的定价,对于后续发展也很期待。 本次剧情主打的是如何认识恶魔化的小柴猫,以及瑟磊莎成为魔女的心路之旅。 我猜想今后除了继续出四代以外,也可以朝起源结束后,到被封印为止这段期间的历程。 说不定我们以后有机会可以见识到瑟磊莎如何与蝴蝶夫人、德摩拉等等恶魔定下契约的故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